慈禧美国新泽西分会即将举行15周年庆的活动 当地慈禧人以回馈社会的新付出 志工的爱跨越了种族、肤色跟宗教的繁离 也接引了许多民众加入志工的行列 今年慈禧人特别在周年庆前举办了一场记者会 感恩当地的媒体朋友报道人间美善 带动社会的善循环 什么是幸福 对新泽西慈禧志工来说就是进最大的付出 今年三月清泽西遭受好与清洗 志工们在短短三个星期就为38户受灾居民清理家园 没有一个慈禅团体会做到这个层面 或许就是补助慰问金把清扫工具送来 唯有此寄人 部分男女把自己弄得脏兮兮 筋疲力尽 要让此刻无能为力受灾居民的家 恢复成原状 尽管双方在此之前素未蒙面 尤其是地下室淹水 还有那个泥巴 那家具 那墙壁 那衣物那不要谈 那我们就是做帮他做清扫的工作 第一个工作 我们第二个工作是帮他做 prevention of the mold 他有时候水进去以后一定会长霉 那我们如何能来避免这个霉菌的成长 从这份细心就能看出新泽西茨记人 经过15年耕耘 以成长为能够为社区避应的大树 这让前来的华人媒体记者震撼感动 那我们媒体就应该更多的去宣传自己的工作 对 这是很难得的 因为很少说有人愿意去投入精力 去帮助自己的neighborhood 很荣幸 有那么好的新闻报道 是给大家很温暖 对 而从社区再到海地国际震灾 有力媒体记者大感意外的幕后故事 亲自到那边 然后自己付自己的旅费 这一点我非常的感动 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是这个样子的 我原本以为是会有资助 可是他们这样子的发心真的是很感人 佩可15周年庆系列活动 记者会只是暖身 爱的讯息不只是靠记者们手中的那一支笔 志工们展现的是爱心传承 从慈亲再到带领他们的志工 可以预料 在中年庆当天 新泽西志工会缴出一张漂亮的爱心成绩单 大爱新闻美国新泽西报道